《香港法輪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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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榮幸代表今次主辦單位置議 《香港法輪佛學會》發言 今次活動是由《香港法輪佛學會》 追查《擴海法輪功》 《國際組織香港峰會》 《香港研究受擴海法輪功學學會》 共同舉辦的 同時我們要特別感謝 前香港西共區區議員林永然先生 還有前香港立法局議員洪之國牧師 他正在路上很快就會到達 我們就告訴他 感謝他們特別到場深遠 今次的《貴賓》發言 還邀請到最長國際組織的總會會長 汪之源醫生 特別從紐約連線 以及中國自由派法學家 袁洪英教授自澳洲發言稿 還有現在美國的 著名實名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活摘器官見證人 流亡英國的新疆安華陀利醫師 以及長期參與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的 旅美法輪功學員成功企業家 余敏也發來視頻的發言 我個人認為這次的記者會共有三大意義 第一個就是震懾邪惡 因為我們這次的全球連署到今天12月10號為止 共有超過35個國家 超過900位的各國國會議員連署 其中在我們中國的港澳台地區 都有超過100位的跨黨派政要參與這次的連署行動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人權 這是震懾邪惡的全球遺距 也是當前世界政協大戰的壯舉 中共集權 統治 迫害人權呢 惡性重大 歷來的自由度評比了幾乎都是最差的 從我們4月21號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 中國在180個國家是倒數第四 相信我們今次的連署行動呢 也是支持迫害捍衛人權的一個重要行動 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也重點推薦這兩本新書 就是《鐵證如三》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這是我們最差國際香港峰會首次在香港發表這個新書 這個《鐵證如三》這個可能是15年來 就是有巨量的迫害法輪功的證據 接入中共集權如何採用國家暴力 無法無天的犯下反人類罪行 相信注意讓香港和世界民眾認清中共集權統治的邪惡本質 更能夠堅定的不再受其白色恐怖打壓影響 也能更警覺中共對香港各種盛口 那這本書呢 就說它的調查證據包括了 兩萬多個涉嫌單位 七萬八千多個涉嫌人 九千五百十九位中國醫生 八百九十一家醫院 兩千個資料證據 六百三十個採證錄音的體積收聽 還有三百四十七篇的調查報告 所以這個叫做鐵證如三 我們調查也同時表明 中共活在法輪功學器官的劇情 是從沒有停止過的 而且今天還在繼續 而且它大量的器官移植的買賣 是導致全球包括香港地區 到大陸大量的移植 除了個人健康隱憂之外 也是破壞了醫學能力和人性的道德良知 所以這本書的發表 對於揭露中共邪惡行為的真相 進一步制止反對的罪行 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個我覺得它這本書 也是一個不換敬意良知的重要行動 因為現在在全球 包括以色列西班牙 義大利和台灣等地 都頒布相關地把阻止公民 從中國非法獲得器官 我們也在呼喚民眾做出正義的選擇 因為中共的邪惡作為不僅是 活在反空學院和其他善良民眾的器官 而是在活在人類的靈魂 是企圖摧毀人類的道德良知 是從根本上使人類走向毀滅 我們今天首先想聯繫一下 就在美國紐約的追查國際的汪靖爾醫師 跟我們介紹這本新書 女士尾其先生們 都為朋友大家好 首先 我改一番話 在世界人權日 舉辦《協證如山》新聞發布會 這對節目公布的邪惡劇情 有著特別的意義 《協證如山》這本書 系統執政了 中共大量活在法律學院器官 國家窮擊滅革犯規 從1999年以來 以原中共和黨 和江澤民為首的 中共犯罪集團 通過《正法委》和《六億領域》系統 操控了整個國家的系統 包括黨、政、軍、警、司法系統 和全國的意料集會 在全國《協證》 用《協證器官》做一致的方式 對法律學院實施了一場 窮擊滅遊行大菩薩 甚至以全民運動的行使 在全國範圍被進行 將這次最我系統化、產業化、大規模的 究竟化操作 把法律學院的身體 作為一種可供任意使用的物品資源 用極大的利用 來誘惑刺激犯罪 持續了自經已經二十億年了 喊得繼續 其規模和邪惡程度 都超越了人類的歷史記錄 鐵證如山 匯集了非常或近十多年來 查獲所得的中共大量 活在法律學院的主要證據 包括有兩百九十個物業證據 和七百四十個資料委員 其詳實地介紹 調查的背景和數據的來源 合理論證了證據 與證據之間的邏輯關係 關鍵的證據包括 對於中共呢 五名啊 中共中央政治常委 和多名高官 你比如說 軍委副主席 國防部長 軍方總後勤部的衛生部長等等 還有 政法委啊 六一零啊 法院啊 的官員 還有啊 四十一所器官 移植醫院的院長 主任移植等人的 調查錄音的直接證據 最先的證據啊 包括今年啊 就是這樣 2020年1月份 對中共通修中醫大學 附屬習經醫院 器官移植科的調查 這是一部啊 全面的研究 中共國在器官最新的專業著作 是目前呢 是最權威 最系統的 一個證據 在中共全面破壞傳統 謊言犀老 信息封鎖 等寫無下生活的人 已經很難得到證相 也很難認識得到 但是 杰克正如山這部書 呈現證據啊 可以說是 確鑿如體 巨量如實戰 我們希望能夠 正行 成功已久 但良質上存在 在彌宗裡面 這是一場 沒有硝煙的世界性的 超級 超限戰 它不僅僅是 活摘法文學員 或更多 善良美術的機關 它是在 活摘人類的靈魂中 是 企圖摧毀人類的 道德良知 從根本上 使人類走向混變 這是宇宙間 正義邪 神義謀的戰略 這不僅僅是 法文學員 信仰的人權問題 也不僅僅是 中國人的事情 而是挑戰人類 最後的 道德良知的體現 對美國人 每個組織 每個國家政府 道德良知的全面的檢驗 我願 人們在這歷史的關頭 選擇 正義良知 共同 清除 邪惡 我們絕不能讓它寫 因此 歷史的勇士們 高貴的生命 白白的附屬 也絕不能一眼看著 中國謊言蒙蔽 唯比六項 使整個人的主項不滅 追他 不僅一如既往 徹底追死他 迫害法輪子的一切對行 以及相關的機構 組織或個人 無論天涯海角 無論時常 時常短 我們必將追查道理 行天理 在線公道 狂扶人家正義 這就是我們對神的承諾 我們永不放棄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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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證如山新出發 鐵證如山新出發 不會在臺灣也是受到很廣泛的關注 在剛剛過去的12月3號 臺灣的民視、很多新聞 還有自由時報都廣泛報導 因為這個真的是認知確鑿 所以我們先看看這個新聞 為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西京醫院 隸屬中共空軍軍醫大學 是三級甲等醫院 2019年12月26號至今年1月15號 追查國際組織的調查員 以病患家屬的身份 連接到這家醫院的 腎疑症科醫生李柏偉 詢問事源情況 追查國際的兩名調查員 通過多個角度多次調查取證 獲得了五段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錄音證據 調查員最建議病患家屬想換身為名 資訊李柏偉 是否可以提供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工體 我和他都是一個想法 就是想要來法輪 我又知道法輪功肯定沒有用過藥嗎 身體都真的很好 當時目標就奔這個來的 就是想問問 其實很多關係 很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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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想問這個問題 說到器官來源時 李柏偉言談中暴露了 中共長期謊稱 器官來自死囚犯 和紅十字會公民絕限等 以此掩蓋活摘器官的罪行 您曾經也很極限 根本就不像大家說的 紅十字會 什麼官方時代的山道學是誰 那根本就只能夠說話 我相信你不一定 你也了解了 不是思維 其實那也是個 對 我給你個說法 調查員進一步追問 是否只能找到 法輪功學員作為器官工體時 李柏偉之言 只要很多花錢就能找到 你要說實話是 你真能找到這個東西 肯定能給你找問 找人可能能找到 我給你多花時間 我現在才能找來 那你肯定可以找到 嗯 肯定 李柏偉才表示 如果病患家屬擔心醫院 糊弄病人 可以在手術前 直接帶病人與家屬 看到器官工體本人 如果到時候 你們想要擔擔 我說 有這個工體的時候 只要他告訴我們 在我們醫院 你們只要擔擔 我從醫院去到床頭 讓你看一下 有人請問親眼看到 這個人 中小二十來歲 中小人不擔擔 只要你們擔擔就可以 調查員詢問 固體器官是否直接在 西京醫院摘取時 李柏偉在回復過程中透露了 從前在別墅 霍小診所摘取器官的事情 是真實存在的 李柏偉也承認 雖然官方公開表面上宣稱 用的是優質年輕 沒有原發病的器官 但他們實際上用的 就是法務學人的器官 你是做拿的法務器官 但是你公開不公開 你想說 怎麼說是優質的 沒有病的 沒有癌症病的 這就是 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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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重要的 人家屬的身份諮詢 第五次便以追查國際調查員的身份 正式對李柏偉調查取證 希望他能夠配合調查 披露真相 但李柏偉拒絕配合 李柏偉拒絕配合 李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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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报了一个很沉重的心情 参加国际人权日七十周年的纪念 七十年过去了 人权应该是进步 但法官 中共和香港人权是严重的倒退 你应该是兴祝和修成的日子 但今天是一个激伤的日子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计划 这段计划已经讲了很多年 这一段的事件 这种的事情 是世间邪恶到不难再邪恶的事情 已经是严重到非常紧要的情况 在2006年本人已经提出 邪安政权在大陆已经是严重的倒退 要及早到回头 否则就像一个车落斜坡一样 没有了能够制动 没有了迫力 它只能越冲越快 越来越危险和不能够发卷 这几年看到这个情况是真的出现了 这棵树已经是枯垂得非常严重 不能够再医治到 所以这棵的枯树将会倒下 但是其他人要躲避 因为这个枯树倒下之后 可能会压伤一些人 今天这个政权已经被全世界很多人 已经知道了 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已经是醒觉了 天下为中已经是成为定谱 其实若干年前 几年前 已经一路很多的信号 但是情报的政权 不能够去看到及早回头 及早纠正自己 纠正力量已经不可以了 所以注定是要换司机的了 这个司机就即驾车了 对吧 那当然要换人了 怎么可能成车人跟你一起出事呢 2014年雨沙运动 香港的这个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务 可惜中共政权不急取教训 用大力的这个游泳 去年2019年 肯定强推出这个囚犯条例 香港人 发挥了 非常的英勇和激烈的抗争 都是天意来的 既然 在很多人想不到之下 可以加弱的杀情药 这个杀情已经是最后的定谱 但是有关方面 未能够吸取教训 今年 还离了大谱 破了格局 已经离了太晚了 去推出这个 港版的港版法 一知全世界 良善的心灵 良善的人 良善的政府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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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严重的过分 香港这个东方之专 是一个中西的核壁体 是一个世界非常独特的高潮 它乘习着百多年来 世界的价值慢慢建立 那么容易被你摧毁 所以这个 一个这么复杂的都市 在人权方面 这么一路建立的都市 你不珍惜 你要摧毁 这个反抗力量 也都是非常地大 今天 这个反抗的力量 是自己招力 所以 所以 尋龙只会继续的加剧 我们 只会等待 新天新地的出现 在光明出現之前就是黑暗 所以香港人會更加受苦 不過我們應該定得住 正如中國這麼多良善的人民 已經牙生大死 香港人暫時的補出 只是很少 很希望受到難逼 受到殘暴的人民 他們的犧牲將會很快 揭出這些良福 果子出來 黑暗永遠是失敗 光明永遠都是真正的黑暗 良善永遠都是真正邪惡 這是千古不變的爭議 亦都是我們的信念 有些公民不相信 所以不斷地用武力 用武力等等去嘗試 去維持一些邪惡的行為 2020年將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年 因為一個無名的病毒 新冠病毒的出現 相信都是天意 我們正在探索 我們正在探索這件事的發生 我們正在探索這件事的發生 在這裏 在七十年的 國際人權 令我們良善的人民 繼續的忍耐 繼續的堅持 光明是出現了 英國都揭出現 我們繼續的忍耐 忍受 雖然辛苦一點 但是新天新地 是很快出現的 在這裏容許我 馮智惠在這裏 再次去陰鏡分工的朋友 他們有負責 相當相當勢力 如果沒有他們 我們很相信有其他人的受苦 所以我們要永遠 永遠要避免他們的生路和犧牲 在這裏 在這裏 祝願困工的朋友 有上川的避淑 不要再受那麽多病毒和避害 在這裏 希望人權 全世界的人權 符合聯合國的人 他們的標準 在未來一兩年裏 真正全世界 是掌顯 我們希望勝利 很快地出現 然後繼續努力 謝謝 多謝彭智惠師的發言 我們也請到香港 請西港區區議員 林文賢先生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多謝大家 今天很高興可以出席 這個70周年 這個 中國人權 這個 國際人權 又70周年 關注中國人權的活動 今年 大家的心情都更加沉重 這個沉重 不是單單是疫情 事實上 今年我們看到 中共的人權 是倒退得很厲害 特別是 這次是人權日70周年 我們看到國內近日 不論對各種維權人士 甚至維權律師 各種的監控 跟蹤 援禁 各種的做法 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們知道 在這個人權日70周年裏 這是他們害怕見到的日子 他們知道 只有更多人 願意說出真理的話 他們就站不住 法輪功的學員 自從99年開始 就受到迫害 其實到現在為止 骨子一算 已經21年的時間 是一個不容易 捱的年份年期 21年 死亡的 或者受迫害 受傷的 甚至加薩人亡的 真是數以萬計 不是數以千計 是數以萬計 在這21年裏面 我們看回中共的政權 沒錯 經濟發展真的很厲害 一是千里 大部分的股市股票 可以來到香港上市 甚至之前去到美國上市 除了十都市 說的 神是否對 有什麼 Sitting cía 站在這 但這次我們看得到 現在的潮流洪水 已經是全世界圍繞著中國 圍繞著中共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當權者還是以這樣的心態 不思進取 還是以往的做法 以為經濟改善了 以為人民有翻譯 以為做生意的有錢人 就不會再有人發聲 其實不對 共產政權本來是原意 也不是要這樣來迫害 也不應該這樣來迫害一些異烈人士 法律館的學員 其實21年來 追求的一直都是真、善、忍 一直都是沒有過來的手法 甚至他們是很多的公開活動 我們以往都做過一次 在香港都做過 每一次的街頭運動 都是以真、善、忍的態度 甚至試過有中共的領導人 和香港 他們一樣面見過 面對過 但是很可惜 他們不能夠得到彰顯正義 而中共的領導人 到今時今日 到這一代的領導人 依然是不肯去放鬆這件事 不肯去進取 去改變 他們這套的想法 正如剛才 馮牧師所說 現在已經去到 是 無法回頭 特別是去到全世界 都圍繞著中共的時間 但當超過三十個地方 或者國家 都沒有出聲 在這一般的鐵正義山的樹日連繡行 已經是一個 無法回頭 我們只能夠希望 上天能夠眷顧 眷顧這些仇害的人 和他們的家屬 能夠令到 這個為不義的政權 早日可以醒覺 或者落堂 我們也都希望 現在的法輪功的學員 繼續堅忍 繼續你們原有的美德 堅忍 我們相信 當年的日誌很快會來到 我剛才也都問過 那這本書是否在外面 都有閉口的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 如果能夠看 更多香港人 或者外面的遊客 如果看到這本鐵正義山這本書之後 對這件事件更加了解的時間 更加認清楚 現在中共這個活摘器官 迫害法輪功的學員 這個報告 是多麼真確的時間 是要更加盛奪 在這裏我們只有 佩服現在這班的法輪功學員 在21年以來的 那種堅毅的精神和努力 希望他們繼續加油 多謝大家 我們多謝梁慧 在香港和法輪的支持 今次都參與我們今次的聯酋 所以多謝大家 在這種壓力之下 都繼續支持這間正義的行為 我們今次請了澳洲著名自由法學家 叫黃斌教授 他寫了一個書籍給我們 我想請追查國際香港發言人 留意這些女士和我們讀法 這個報告的書籍給我們 會正如算的寫著 必正如山之間寫 十二年血海淚濮 涕姦腐濫 十二年的善精�的狀 上下求krit 十二年不屈不濫 正義 清潔的上下求索 濕欲烈的不屈不亡 追查正宴 安志远和他的朋友 一起完成了《鐵正如山》的書 《鐵正如山》 是調查偏站者群體 以他自己施裂的心 為鴻獻融柱出的苦語座 他們用這種精神的苦語座 在中共暴政的信息封鎖鐵幕上 作出連行 《死世界》突然一窺 法輪功學員 為了信仰自由與承受的慘烈普通 《鐵正如山》 是向歷史控訴的書 控訴是為了將中共暴政的反人類罪行 深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讓歷史記住罪惡 是阻止罪惡輪迴的前提 《鐵正如山》是一本語言的書 書裡面是《鐵訊群風般》的證據語言 《鐵正如山 》 中共暴政 必將因自己背叶天理人民的罪惡 而為天地不容 並且最終是中國民主法之後 受老公證的審問 《鐵證如山》是一本勁事的書 書裏面是由法輪功學員的 《白骨為筆》 《血淚為文》 書寫的《魔術》 向世界超是一個真相 即中共暴政意味著威脅人類自由和平的邪惡政治存在 當前 習近平對內全面回歸胡澤東的原教旨主義 中國歷史正進入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 習近平對外推動共產極權主義 全球擴張的命運之旅 試圖使中共無政主導的所謂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成為國際罪的惑法者 同時 假借統一之命 實施征服自由台灣的戰略 剝奪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這些是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戰略的關鍵性和戰略 面對上述的情勢 鐵政如山新書發表會 能夠在香港這裏舉行 就獲得更具現實性的意義 一方面再次向香港社會 揭示中共暴政的罪行 另一方面再次為香港社會 撞擊警眾 被中共暴政統一 就意味著進入地獄之路 翻開鐵政如山 滅焰焚焚骨之痛感如伸手 掩捲閉焚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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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 讓真實的罪惡清澈地展現世人的律情 敢以上述等言 向汪智英先生和所有調查詞寫 給鄭如山的良知人士 致以中國反抗運動的敬語 最後感謝鄭如山新書發表會主辦 協辦單位發明的邀請書 因為大葉張革無法親自來香港參與 深感為人 會以此用這篇文章作為書簾法 以上就是袁龍斌教授的書簾法 我們這次也請到 也請到美國居民的網民維權律師陳光誠 這個反映我們在影響來播放 首先 感謝鄉方 而且你有長期對於內地人權狀況的關注 對中共毫害人權的譴責 大家的這種關注對中共影響是非常大的 其實我當時在國內感觸是非常非常深刻 當中共做一些壞事情被香港的媒體和合戒報告以後 特別是香港的民主派的議員出面給了譴責 對於中共來講實際上非常難受 所以這些信息會通過地方傳傳表達出來 那就非常明顯 但是他們有時候不故意的表現出來 最後也有時候不太容易能夠真正的感受到 所以從很早以來 1999年代以來 中共對於法國對信仰者的迫害 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很多網民都對於鳳梁老師的這種說法 完全就是持一種懷疑的態度 我記得當時中共用所有的偶捨媒體、電視台、報紙 八字以及網路電台 在同一時間 我不如明天透了下午兩點二十分 對管理工全面地進行疑諱的時候 晚上我們在外面澄涼 這個廣告的百姓問話 你覺得這個他們說的會是事實嗎 實際上百姓說法也非常明確 由於共產黨的這種長期的短言宣傳 有經驗的人 根本就不相信共產黨所說的那一套 那麼由於很多人持續的抗爭 在中國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 這個令中共是非常非常恐懼 無論怎麼樣打壓、判刑、勞教 最後發現全國各地到處還是 就是為時就會像牛村等般的論壇 很多信息就會冒出來 這個讓中共非常非常牢固 但是又沒辦法 俗話說 這個一口多氣 在二川家人 只要現場內扣的 這個中部的這些系統 包括610 包括這個派出所公安的這些部門 對於這個令人也就是越來越麻木 其實除非共產黨用 讓他們留到工作上威脅 他們也不是非常牢固 但反而在國際社會這種不斷的努力 都取得了巨大承受 或者各國政府議會、國會的支持 實際上中共對於它認為 將會影響到它專職、路財、統治的任何一個人群 包括維權律師、維權人士 他們是打壓起來 從來就是毫無到的底線 所以說 由於這種毫無到的底線 超出了太多人的想像 所以有時候就說出來 可能大家也不相信了 難怪只是非常善良的人 大家也不相信了 比如說 當初完全沒有任何理由 動一動上千人 對我們一家被晚接近 你就會有個人一家進監獄 反而非當法輪功媒體 很早就對中共國際機關展開調查 並且拿到眾多的文字、錄音等案例的時候 其實很多善良的人 不管是中多拉多的還是國際上 他們是不太詳細的 不太願意詳細的 他覺得這個太離譜 離他們自己的道德水平 或者說 這個基本的道德 傳統的價值 太多人 太過感常 所以以至於他們不相信 或者說 就是不敢相信 到這樣一個程度 那其實中共也知道 有時候越是法事後的這種程度 反而越容易一點 對吧 對吧 反而就能夠帶公平信 他隨便去 就撒謊 就可以了 比如說 暴力計生 中共一直在國際上說 中共沒有管理計生 但生活在中國 大陸的人 誰不知道暴力計生 在全國各地都狠狠 對不對 那當年對我一家 非法區進中共的外交會 就說情況上罪了 沒有問題 然後 然後 對法輪功的死亡 打壓 破壞 摘出機關 由於做得太過邪惡 邪惡到超過大家 所有人的想像的時候 中共太不取得上人 可是 現在的時代 要想人工是除非寂寞的 那水過流海啊 你只要喝了 你就得想躺得住 所以在這種程度上 我們看到 在法輪功修練者 在各界各地的公路公路一致下 那麼 已經拿到相當相當多的資料 已經有相當相當多的人員名單 被中共派的名單都已經拿到 而且 這個 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獲得 國際社會的認可 而且 國際社會也直接發出了譴責 甚至 議會 國會有了 決議 要求中共停止這樣的靠派 所以呢 可以說 老百姓也經常說的一句話 叫鐵正如山 那麼這本書 揭露中共 長摘器官的這本書 就叫鐵正如山 我想 這個歷史 中共是活躍過去的 中共在 不久的將來 將會像當年的 歐納對法輪功感的一樣 對中共在中國 包括 對法輪功在內的 對任何一個人群 進行 全人民的迫害 這段歷史 必將會昭視於天下 那麼 全世界正義的人士 政治力的人員 必將會對中共 這樣一些 反人類的惡性 進行 追責 侵犯 這個是 沒辦法的理由 中共現在只有一條路 就是改靜 掛下孤島 能夠爭取 一定限度上 世界的原因 謝謝各位朋友 沒有什麼不可能 讓我們一起努力 改變中國 解除共產專制 在中國的世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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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請兩位 發言 請繼續看 阿華陀地律 醫生 他也是 集氣功的健身 他現在 陸牧 在新疆阿華陀地律 他有一段視頻的發言 大家好 我叫阿華陀地律 佛格拉 第一個 維吾爾族人 出生在新疆哈密 今天是 這個 成熟女文 人權日 而我們 就想為大家 介紹一下 這個中國 在中國 發生了一些 什麼事情 我算是一個 外科醫生 由於我的專業的關係 在1995年代 就有一小 因為偶然的機會 就去 來摘取了一位 囚犯的器官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這倒沒有什麼 因為 這個人被槍斃了 那麼 他肯定就是國家的敵人 那麼既然是國家的敵人 那麼 我們對他做任何事情 都是應該的 我的 我的這種 思維 這種思想呢 不要說在當時 就是現在 在大陸上的 這些 普通人的 這種被洗腦的 這種想法 因為 出生在大陸的人呢 他就好像直接就生到這個 洗碗機裡面一樣 或者把他的那個大腦就洗得乾乾淨淨的 他從小到大 他所接觸的只有共產黨的那一套手腳 所以呢 他的世界觀呢 他認為整個世界呢 都是這樣 而且他還會甚至認為呢 國外的人呢 西方的人呢 活得還不如他 我只是到了1999年 我離開中國當地以後呢 才開始看到這個香港台灣的出版論 之後呢 我才感覺到 人是有尊嚴的 人是有權利的 一個人的生命是不以另外一個人 或者另外一個組織的意志為轉移的 所以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很多 我們不光是在外面 要呼籲 在中國正在發生一些什麼問題 我們更要記得呢 是要讓中國大陸的民眾們 多了解 讓他們知道 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應該活得有尊嚴 這樣呢 我們才可以 民眾大家一起聯合起來呢 然後支持 這個中國共產黨 這個邪惑的這個正常的存在 支持他繼續 踐踏 人們的生命和財產 在這個被受破壞的人群裡面呢 重大的一批人呢 就是法輪功學院 法輪功學院被破壞 它是純粹是因為他們的一種信仰 而中國共產黨呢 它是不允許你有任何其他信仰的 你只能信仰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除此以外 你信仰其他東西呢 你一定就會被他說成是寫教 那為了信仰而付出犧牲 或者是為了信仰而遭受扣害 這在這個世界上都是不允許的 這個呢 也只有民眾到了西方世界 到了這個講民主的 講人權的國家才能體會到 而這個呢 在當前這個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呢 不光是你有不同的信仰 你是一個不同的民族 你講不同的語言 都會看成是異類 那麼中共它在想的就是 非我作為其心比利 那麼你想的跟它不一樣 你長的跟它不一樣 你說的話跟它不一樣 那麼它一定會把你整個人消滅掉 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邪惡的地方 而我們呢 在外面呢 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不滿呢 那麼我們就要充分地利用這個機會呢 跟所有的被中國破壞的這些群體一起聯合起來 為了我們的信仰 來珍受我們的信仰 來與這個 與這個 邪惡的這個政權的來抗爭 三億多元的推出共產黨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我說我曾經是少前隊員 曾經是國際團員 這些我都覺得這個黨呢 他們又要我 我很榮幸 因為我不夠資格做一個 這種邪惡的黨的一個成員 所以呢 我很榮幸 但同時呢 也不光是所有的這個黨的人都是壞人 因為很多人呢 他是被迫的 因為他不加入 那麼他就拿不到這份工作 或者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我們要喚醒這些人的良知 就是讓他欣賞這個中共的邪惡 這樣呢 那個推翻共產黨的那一天呢 就值得大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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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据我个人的调查 目前国内的气管活力非常多 说气管医治藏的极底 利润极高 汇用熟熟 甚至于加班加点突击医治 气管也夺到了低价出销 那么我在中国北京无情主义院调查探访 在那里做肾脏气管医治 就是15万人预力就可以做了 肾脏完了A型血的肾脏比较多一点 O型血的肾脏还要再加持了 医院大门号之间就写的 无情部队气管医治要是什么的 医院派遣呢也就等待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做了 那么如果说给这个气管医治科的一个主任 当时我们跑到那个主任要往 也得给他5万人好处费 那么你可能就不用等时间了 只要患者到了就马上就可以做患性了 马上就可以找到肾脏园来做这项受捕 这个医院做的肾脏医治手术年龄最大的是78岁 年龄最小的这个医治手术 那个患者只有三个月 他们能做盖慎联合医生 他们自己就接着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很年轻的男人都已经做了 都做了可以了 我们这里不是希望我们有这些 包括医生和习近平这些照片 包括路线 在这个医院案的医生开门口的报案 无几个传承战港版本 无论那里不一样 那么包括我们在北京解放军 这个第三个医院 他们上就写了 他们打排了全军器过医生中心的台的客人在 那么在这里采访的医生护士 他也就是说能做到 就是几十万左右 就能把那个做 手术学院在医院住了大概二十天 那么医生客大概有三百九十个床位 医院手术是如果全开的话 一天就可以做十多台这样的手术 那叫一下那么远 能够从哪里来的吗 而且北京商业器医院也是我们就谈一个医生 那么医生最后 这就像他们经过培训了 是吧 能看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一询问到清关医治价格 他等待时间 他马上就会警觉 他要你去划号 一划号 他就会把训问人的整体信息透过医院方 如果你不去划号 他就不会告诉你这家医院是否能做这样的医治 他又开口所 医院没有希望 你让我们去找这个红区政会 我们聊一聊 就是北京市的那个红区政会 器官权限图本 他只是挖了一个名堂 不是挖了一个这个牌子 他们根本就没有开的时间 那么包括呢 我们在北京 我在北京各个网站的时候 被割押的时候 就看到 所有人在进入开通所之前 就会被强制检查身体 包括多次咽血 而且就是我们采访一些被关押后的律师群体 其他的被迫害的群体 他们也都提到了 在开通所期间 自己和其他被关押人 都被强制体检和厌血 对于各大医院 能够很快的找到新冠共体 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中共他教室肯定有一套 新冠共体学业配合 那么他们按照学校随时能够公用 我提新冠 按照学校随时能够公用 那么中共一直在说 器官移植手术的固批来源 死刑囚犯的死亡全程度 他觉得自己的股开数据 他每年他就死 十年级八人 死停了 什么 包括呀 就是说 这个器官移植的转线 那你这地方需要一个赶 那就马上丢人转线赶了 你那地方需要一个赶 就丢人转线赶了 是不是 这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全中国有这么多尝试的医院 能够做这种 器官移植手术 那么他的器官移植来源 从哪儿来呢 那么这就给全世界 所有的病毒部门 人家扬线赶的人们 带来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目前还在挂住 这些情况都是给他最大气的 就是活在原地器官 而且这样的行为每天 还在挂什么 包括今年 这个2020年 上半年做了极客手术 中国大人的这些医院 做了这么多手术 以外 他们自己又说 器官大人的病毒 都是 就是广东北边 那么 包括我们就发现了 就是和香港 北乌洋 和西东东江 人北乌洋 这都很有关系 而我在这里 我并不是代表任何团体 或者是任何盘信的立场 在说话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超越了一切的 我们必须要 给老大主义的威胁 是全球性的 尤其是中共 他都在一个地区 有场 还可以威胁任何地区 而且还给这个地区 打两个没信用在哪 就是我们绝对 随即或者说 屈膝投降 在中共流下的目前 是对中国人民所干的一切 就包括现在目前 中国人民 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评论 和个人志愿 生活水流率也难以提高 人生的权力 都是难以保护 中国在中共这个政权下 所有生命随时都会 不出于非党之水 甚至于私生都没错 两股理是无处 国际社会 包括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有必要持续 要保险 在中国大陆目前 发生的人权行政 既然自治邪恶 和汗美良知呢 自从中共政权 他劝阻穿过这个政权以后 他就把中国 无有的传统道路 跑来的当然无处 就虽然这一点 有关于国际社会 的那种钱 只能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 那么 人权 而死其 中共政权 这个政党接近权的采取 但是 目前这个政党 控制下的政权 还在私立的迫害中国人民 而且呢欺骗国际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人权 所以呢 目前很多地方 许有这一战场 做出新的条件 但是呢 就是说也很难 世界上很多欧亚政权 并没有积极的作为 中国人权 要策定的解体的 击败这个行动 这张流量首先 必须说到 就是对中共的警惕到处 那包括我们现在呢 看到那种情况 都是对 恶制中共的权 然后改善中国人权 也是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对国际社会 这样阳光量的罪恶 也不能熟视无睹 而历史 毫毫毫毫的告诉我 乌西只能导致下一场更选行 所以我希望看到这个报道 看到我们那个报道 所以大家都担当起这个历史识兵 就告诉我们 也被示意各多人权的苦难的中国人 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当年嘛 在二战的时候 纳税 杀害这个德国人的 杀害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这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没有清晰的这个概念 去制止他 所以以其用 以其用在文物界下巴 不如现在我们就站过来 制止他 那么揭露中共的这些行动 和杰克祖宗佛来 肯定喜欢的这些行动 好结束这些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想了解 就是姚明 其实是做了大量的 活泽研究的报道 所以演起国际社会关注 很多国际媒体都要采访他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看看相关报道 我们今天看看大家媒体 可以记者做我这些提问 可以吗 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为止了 多谢大家出席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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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